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嫁了 既然他们赢了 丫头 你就该信守承诺 把那簪子 还给宋国公主 宋慧公主 还给你 不好意思 我没拿稳 等一下 我想你赔罪 这下总可以了吧 你 我想起来了 我还没喝公主喝呢 来吧 公主 太妃殿下 公主不胜酒力 不如由小王带饮吧 你们送人就是婆婆妈妈 不过一碗酒而已 犯得上代饮吗 公主殿下 我还在等你呢 这下总可以了吧 这怎么可以 按照我们辽国的规矩 长辈敬晚辈酒 晚辈赢联联合三杯 而现在公主只喝了一杯 什么 不至于吧 公主 酒量这么差 你怎么嫁入我们大辽啊 我们萧氏一族的姑娘 历代都是皇后 现在把这后卫让给你 是看得起你 你不要太抹了自己的面子才是 是啊 丢了荣誉是小 但是丢了你们送过人的脸面是大 你以后该怎么跟他们交代 公主自小有胃病 饮不得酒 还请殿下 太妃体恤 你们宋国还真的是 王爷没有王爷样 公主没有公主样 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之前我还听说 宋人之书打理有教养 今日一见 可不是如此呢 还希望你们能好好地审视自己 今后 在我大辽境内应该如何自处 不嫁了 太子殿下早已心有所属 既然如此何必娶我 况且 我也已经有了心上人 就是他